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莎士比亚说过 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 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 一个人品德基础良好 一生很高 会很稳固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每个人都无法像一座孤岛一般 存在于世界上 周围总是会围绕着 许多形形色色的人和朋友 朋友之间的相处 也是要看缘分 青盖如故 白头如心 也许只是一次会面 就可以让你认定 这是一生一世的朋友 也许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 却注定只能做一辈子的 点头之交 在这个世界上 并非每个人都是善良的 都是品格良好的 每个人的身边 都会出现一些 志同道合的人 最后能够成为真心相待的朋友 同样也会出现一些 虚伪的 心眼很坏的人 自然也很难成为同路人 只是我们在遇到一些 心眼很坏的人时 并不能马上分辨出 他的人品 他们很会伪装 在人前会表现得很善良 很友好 只有在人后 才会露出他们的真实面目 生活中被这样的人欺骗 是常有的事 若是没有及时发现 最后也会伤害到自己 再看清对方的为人 只能带着伤害离开了 其实那些心眼越坏的人 并不是能够伪装得 不露一点痕迹 而是会在这三个地方 显示出来 遇到了就尽早远离吧 喜欢用外在的一些条件 去评价一个人 培根说 对一个人的评价 不可视其财富出身 更不可视其学问的高下 而是要看他的真实的品格 而那些心眼坏的人 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 他们自己是这样的人 在评价别人的时候 自然也是用自己 最习惯的方式 去解读他人 比如当他们看到 一个人很富裕的时候 就会对别人各种夸赞 可要是他们遇到 一个贫穷的人 他们不会看对方的人品 和一些内在的东西 而是直接用贫穷 去评价别人 甚至是嫌弃别人 在他们看来 贫穷就是低人意的 不值得交往 又或者 看到那些学历高的人 就直接把他们 与教养品格对等 可是对于那些学历低的人 他们就会觉得 别人的为人不行 然后看低别人 心眼越坏的人 在看人的时候 只会看别人一些 外在的东西 而且划分得很清楚 外在条件好的人 他们就会主动去迎合 外在条件不好的 他们就会嫌弃 远离这些人 根本不愿意 去多深入了解一下 其实这就是一种强势的心理 同时也说明 他们过多的缺乏安全感 这样的人 在生活上 也是很有主见的 心眼越坏的人 更容易发怒 但丁说 容易发怒 是品格上 最为显著的弱点 事实确实如此 一般来说 那些心眼越坏的人 他们都缺乏 对人的包容和理解 一切都以自己的主观意识 去定义别人 遇到一些事情 一旦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了 或者造成了一点点的伤害 他们就会忍受不了 更不会去理清 这件事情的真相 而是会自己发怒 直接宣泄自己的情绪 或许当你认识他的时候 会觉得他很友好 跟你相处时也很融洽 这只能说明 那时候你们之间 没有什么利益的冲突和伤害 一旦涉及到了其他的东西 它对你可就没有那么友好了 保持自己的利益 才是最重要的 感情在他们看来 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人类是复杂的 有各种不同的情况 有不同的心口 有不同的行为 有不同的表现 心存恶意 小心眼的人往往比较记仇 但要知道 心狠辛辣的人并不可怕 最怕的是表面温和 下手却狠毒的人 心眼坏的人 最擅长笑里藏刀 这类人往往非常危险 他们可能前一秒 还和你谈笑 后一秒 转身就会出卖你 心眼坏的人 表面上是老好人 对你很好 但在关键时刻 他会露出一副难看的嘴脸 在你背后暗算你 和这样的小人 交往越深 你就会伤得越深 痛的时间也就越长 遇到这样的人 别试图给他找借口 更别说以后 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一个容易发怒的人 一个心眼很坏的人 还是趁早远离吧 任何事情上 都不喜欢别人否定自己 正所谓人无完人 这世上的每个人 都不能说自己 从不会犯错 或者说 自己所说的任何观点 都是对的 只不过有一些人 明明知道自己是不完美的 是会犯错的 但他们很在意自己的面子 所以不允许别人 去否定他们 就好比在一些事情上 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时 他们会去否定别人 觉得自己说的就是对的 更不愿意被别人否定 这样的人说穿了 就是一个心眼很坏的人 心眼坏的人 不会承认自己的不足 而是会对否定他们的人 心生不满 甚至会推卸责任 如果不想让自己 变成一个背锅侠 就尽可能离这样的人远一点 活桑说过 善良的人总是把自己 说得卑劣 真正品格好的人 会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 哪怕别人说得不太对 哪怕别人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他们也会默默地去接受 而不去争执 去否定别人 让他人难堪 因为他们知道 那些事情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自己的心境 一个人在不良情绪下 是不能够好好地思考 只有在安静理智的状态下 才能够好好地思考 众人以窥行为辱 君子以窥义为辱 交友交心 观人观品 对于一个人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长相 也不是能力 更不是所拥有的财力 而是高尚的道德品质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不同的是人性 相似的是别离 一个人无论是否真心对你 都只能伴随你 整段生命中的一小段光景 所以我们必须珍惜 遇见的每一场缘分 这世上的缘分 并非皆为善缘 总会有那么一小部分的孽缘 会围绕身边 与人相处时 我们要做的 除了珍惜遇见 还要认真分辨 古人说 画虎画皮 难画骨 知人知面 不知心 人心难测 有好的 就有坏的 我们可以与人为善 但不能天真的认为 所有人都可以信任 真正品格良好的人 不会去在意那些 表面上的虚荣 只会在意一个人的内心 了解一个人如此 评价一个人 一直如此 而那些心眼很坏的人 他们不愿意去思考 不愿意去了解 别人的内心 更不愿正视自己的不足 他们看中的一切 不过都是表面而已 卢梭曾说过 你要宣扬你的一切 不必用你的语言 要用你的本来面目 你是一个品格良好的人 那么在看待别人的时候 才会用善良的眼光 去看待别人 并且懂得正视自己的不足 然而 品格才是一个人 最重要的东西 就像佛桑德斯说的那样 品格能决定人生 它比天资更重要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呢 N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